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碰都不碰她一下 还到外面找别的女人鬼混 妇女们嘲笑她当了活寡妇 德龙鬼混回来后 又骂她做的饭难吃 当时就把碗扔到地上 还命令她跪下认错 德龙喜欢赌博 把家里的钱全部拿出去赌 最后全部输光 别人就劝她把老婆也押上 反正也不能生孩子了 她押上后也输了 赢家立刻就去抓阿美 阿美宁死不从 跳河自杀 最后只得赔钱两事 不久 农民运动开始了 当地成立了农会 号召男人去闹革命 只要加入农会就有饭吃 还号召女人要自强自力 学习文化 在大家的影响下 德龙去农会当了兵 村里的妇女也都到夜校学习文化 德龙不让阿美去学习 说外面风气不好 德龙当兵走之后 农会会长黄丽丘来找阿美 请她到夜校去学习 反复劝说几次后 她才同意去 晚上放学回家时 遇到一个无赖想非礼她 被她打倒在河里 再后来 黄丽丘晚上就送她回家 无赖造谣说她勾引当官的 村里人知道后就开始骂她 她受不了这种侮辱 就闭门不出 农会知道后就批评无赖造谣是非 无赖不甘心 跑到外地去找德龙 说她老婆与人通奸 德龙立刻回去 把阿美打晕扔到院子里 农会的人知道后 把她抬了回去 然后告诉德龙 阿美已经不是她老婆了 农会判决他们离婚 德龙很生气 晚上拿刀来杀阿美 刚好遇到黄丽丘 两人打斗起来 黄丽丘受了伤 阿美知道后对她有了好感 两人交往中也有了感情 在别人的撮合下就结了婚 结婚之后 她就开始做妇女工作 把村里的寡妇从家里拉出来 给寡妇重新找对象 寡妇的婆婆骂了阿美三天 不久 长沙发生叛乱 开始追杀农会的人 黄丽丘趁机逃跑 阿美被关押了起来 这个时候 她才发现自己怀孕了 紧接着 她得知黄丽丘被杀 当时就决定把孩子生下来 德龙知道农会走了 又回到村里 无赖告诉她阿美生了个儿子 德龙认为是自己的 就想办法把阿美接了回来 阿美看到接她的人是德龙 请愿继续坐牢 没人同意她就晕了过去 回来后不久 德龙发现孩子与自己长得不像 打听后才知道那是黄丽丘的儿子 她很生气 想把孩子摔死 阿美不同意就咬了她 就这样 打打纳闹过了几年 孩子也长大了 德龙经常打孩子 不给她吃饭 还安排她去踩水车 孩子因为体力波支掉到水里 德龙也没有去救 等阿美把孩子带回家时 她全身发高烧 没过两天就死了 她把孩子埋葬后 在一个夜晚 离开了这个让她痛苦的村庄 没有人知道她去了哪里 这是一部反映旧社会妇女的电影 那时的女人社会地位低下 只是男人的附属品于财产 男人可以对她们随意打骂 可以把她们当成财物进行买卖 她们没有丝毫的反抗能力 因为她们都不认识字 离开这里后 也不知道应该去哪里 只能忍辱过完一生 遇到一个好男人的话 还可平平安安 要是遇到像德龙这样的男人 日子过得生不如死 这个电影的利益就是解放妇女 提升女人的社会地位 让她们和男人一样 享有各种权利 也就是男女平等 女人也是半边天 于过去相比 生活在今天的女性 是一种莫大的信念 不仅仅是男女平等 在很多地方 女性比男性还有优先权 这好像是一个轮回 在男多女少的今天 女人找对象 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男女平等 也可能是造成离婚率上升的原因 在一个家庭之中 只能有一个人做主 从前是男人当家 现在女人也可当家 生活在今天的女性 如果你过得不好 那就是因为 你没有选对人 本期节目到此结束 想看更多老电影 请点击屏幕下方订阅 我们下期见